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NBA季前赛,12月17日,继续进行。 最终,公牛以124比103战胜雷霆。 首节开始拉文上来,连续得分帮助公牛,11-4开局。 雷霆这边外线,突然发威。 杰克逊,霍夫德接连命中,三分一波8比0反超。 拉文又快速连拿9分帅队一波,11-3重夺领先。 随后比赛变成了亚历山大和波特的对标秀。 两人都是连续得分,首节战罢功能,以30比26,领先4分。 次节上来雷霆,连续打铁失误,公牛趁势打出,11-2拉开分差。 迪亚洛得分,助攻雷霆,迅速回敬一波,11-2。 但是回过头来公牛,又快速打出16,至三瞬间扩大领先。 霍夫德压照三分,命中稍稍挽回分差后半场战罢。 公牛以59比46,领先13分。 一边再战,双方刚上来,还打得有来有回。 随后科比怀特,爆发连续标中四季三分率队打出一波,16-4瞬间,拉开分差。 雷霆迅速7-2止血,但是公牛又打出,7-1消灭希望。 三节战罢公牛,以94比69,领先25分。 科比怀特本节,砍下18分。 末节开打,双方打得有来有回。 雷霆完全无法阻止,公牛得分。 分差始终保持在20分以上,比赛就此,失去悬念。 公牛这边,科比怀特27分5板,拉稳24分5柱,马尔卡宁11分9板,威廉姆斯13分7板,波特8分12板,哈奇森11分7板。 雷霆方面,霍夫德15分7板,亚历山大12分,马勒东11分,杰克逊15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